嗨 我是Shopping 如果你有加入我的粉絲頁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我最近在分享一支 關於講話的教學的影片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位叫 周鎮宇的老師 周公的周 地震的震 宇宙的宇 那他有很多教學 不管是怎麼講出自信 講出好的形象 還是怎麼樣去表達詮釋 那他有兩支影片 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第一支影片他會用高低 遠近 來教大家 到底那些形象 那些看到的畫面感 如何在聲音中去做詮釋 你去想想看喔 如果把這四個字的意思 講話的方式完全反過來 就會變成高低 變成低高 遠近 就會變成遠近 就會變得好像比較不一樣 他的第二支影片在講 關於氣這件事情 聲音當中含有多少的聲跟氣 會對你有什麼樣的體會 怎樣的聲音會讓你覺得 這樣比較誠懇 還是這樣比較誠懇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噴口音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樣講話 讓你覺得這樣比較有爆裂感 比較凶一點點 還是比較有爆裂感 比較凶一點點 到底怎樣的空氣 會讓你覺得比較侵略性 那這兩支影片我都很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可以非常適合拿來用到 詮釋上面 那再來是 有一支影片是最近我學生推薦我 去了解一位老師 叫做武文斌 是大陸的一位老師 那他創立的一個教學系統叫做全魂聲 那他在全魂聲當中 有一支影片在分享的是 全魂聲的關鍵來自於高的泡泡 高的氣泡 而不是低的氣泡 那他就提到了關於泡泡營這件事情 關於到底我們怎麼去做出 嗯 大家直接看影片比較準啦 我也不分享 我就連結給你們看 那他其實影片裡面的教學的東西其實不多 但是這個影片就是讓我去想了一下 到底為什麼我們去練了很多東西 不管去練內內內 不管去念鼻腔 還是頭腔共鳴 還是你去念 人泡泡 到底你在練什麼 到底為什麼 我們要去找空氣往上送 到底為什麼我們要去找 高不高音的共鳴 他一定有一個 呃 大家每個系統 一定追求了某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大家可以去看這影片之後 稍微想一下 那為什麼老師要跟你講說 怎麼去練高音呢 要怎麼去換呢 怎麼去混身呢 那就這樣子 我會把影片連結留在影片下面 大家記得看囉 掰掰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